- 期間主廣 我們所有僑務委員以及本會的同仁 大家早安 再一次歡迎大家回到臺灣 來提供更多的交流跟研言的機會 我想僑委員會在90週年 這樣一個重大的捷徑上面 我們即將要邁向超越90年 我相信在這個新的時代 會有一些新的意義跟任務 各位在過去一兩年的時間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國家的發展 會跟僑委會相關 無論是我們的僑生的工作 已經71年 但是我們現在賦予更大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遭受更多學生到台灣 但是也要培育更多優秀的僑生 所以未來2030年我們要三倍僑生 所以各位看到說 這一點僑委會擔負很重大責任 當然不僅如此 各位看到在海外 我們有台灣華語文學中心 我們有很多僑委員的先進 僑界的先進都有在幫忙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時代任務 第三個我們在全世界 推廣更多協助輔導台商的工作 我想在目前台灣的經濟 全世界都在看待 都在重視 而我們台商 當然出去一個世代 另外我們當地有很多僑商 有非常深根的發展 所以在入門當中 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捩點 所以僑委會如何在新的時代 扮演重要的任務 我相信這個都是大家 要去思考的問題 當然更需要各位的支持 建議跟協助 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 僑委會要服務全球 我們說 台裔的僑胞有205萬 但是還有很多華人 我們要服務 4900萬 我們要如何來精進 來服務大家 我想這是僑委會的使命 所以這些基本的工作任務 我們要持續精進 但是在過去兩年多來 各位看到 我們的疫情對大家的衝擊 不要說各位的生活 各位的事業受到影響 僑委會本身的工作 也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我在上任的時候 當時張理生政委說 我的工作是要坐飛機上班 但是一年多沒辦法出國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盡力來做 要因應新的情勢 要能夠走向數位化 智能化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整個大環境的一個變化 僑委會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另外呢 台灣現在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我想昨天 省副院長有跟各位說明 台灣整個經濟的發展 在目前可以說是受到全世界 非常大的這個重視跟關注 我們在2020年 全世界是一片蕭條衰退 台灣的成長是3.36% 幾乎全世界第一 伊卡巴國家第一 亞洲國家第一 也超越中國 去年我們的成長率是6.57% 也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成長率 兩年下來台灣的GDP 竟增加兩兆新台幣 我想昨天副院長又提到 今年MF的測算 台灣的GDP會超過三萬五千塊美金 我想2003年以來 台灣第一次超越韓國 有史以來第一次超越日本 我想在現場有很多 我們韓國跟日本的朋友 這些都是我們全民共同打拼的成果 但是政府也提出很多政策來應應 不僅是一個經濟的成長 還有包括很多創新 台灣在連續被WF世界經濟論壇 我們評比為四大超級創新國家 當然包括美國、瑞士、德國、台灣 我們在IMD 瑞士洛杉磯管理學院的評比 人口兩千萬以上 台灣都是第一名 這樣的一個創新的能力 因為我們投資下去 我們整個研發能量 佔GDP比重佔了3.5% 如果我沒記錯全世界第三高 所以奠定了整個台灣往前邁進的基礎 當然在中國人當中 這是一個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就是人員流動 人員流動、商品、資訊 還有我們很多價值的變遷 而這些都會跟我們僑胞相關 所以我們在海外 各位的發展 就變成非常關鍵的實力 如何透過各位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 讓台灣整體的發展 包括文化走向國際 這是非常關鍵 而在中國人當中 各位在海外 都持續來協助中華民國、台灣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 但是僑委會我們要面對一些現實 所以要如何來突破 我想接下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報 那麼今天的報告 大概分成五個方向 第一個是前言 剛剛稍微跟各位做說明 第二個呢 是目前僑委會 我們僑工作的新思維 跟相關的新作為 第三個我們來介紹 未來僑工作的發展 那麼成果 最後如何超越90 我們提出一些方向出來 那麼要談我們整個未來的發展 當然要先盤點 目前的一些資料 所以目前我們整個過去90周年 90年的累計的基礎 我想有非常厚實這樣的能量 所以如果從這些基礎再往前邁進 我想這個是我們希望來進一步來推動 那也希望各位僑解先進能多多給予指導 但是台灣在國際上的表現 各位看到真的令人呈現 令人稱道 無論是經濟 無論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政治 我想大家今天回到台灣 已經看到選舉 那一定會有一些內部的競爭 但是無論如何 各位看看國際的評比 我們在今年 在以民主來講 英國的經濟學人資訊社 全世界只有10個國家 我們整個調查是167個國家 只有10個國家是完全民主國家 叫Full Democracy 台灣今年第一次 第八名 所以今天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自由 是為世界所稱道 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台灣 一定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氛圍 但是民主必然有競爭 必然有多元 必然有不同意見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僑解朋友 都不分黨派 我們來看待台灣 我們來往前邁進 那麼當然在論文當中 各位看到 不僅是政治上面 各位看看 我們整個這個Internation 持續多年評估台灣 是全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當然也包括 我們世界快樂報告 聯俄國的報告 台灣連續五年 為東亞最快樂的國家 這是聯俄國對台灣的調查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看到台灣的表現 當然各位在全世界 也對台灣有很大的貢獻 剛剛我在致辭的時候 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拍了十二集影片 有很多我們的僑界先進 都有來訴說 切身的說法 然後讓我們台灣民眾更要了解 整個僑界對中華民國的貢獻 所以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上任之後提出四大工作目標 那這四大目標就是 律定未來整個工作的方向 但是如何來落實 我們提出兩大戰略 那這兩大戰略呢 當然這是一個大的方向 但如何把這個優勢發揮 我想戰略性我們有一個槓然之點 有一個數位的連結 這些都是希望能夠透過更新穎的思考跟工具 能夠來提供我們僑務工作更大能量 那接著我們有五大策略 那我想這些跟各位如果在進行商業 應該是一樣的概念 如何去Leverage更多的資源 如何去讓我們組織更加有效率 我想這個是我們希望來突破的地方 那麼在過去我也提出來 僑務工作我們希望有四大工作模式 從一個大的方向來思考 我們怎麼樣突破 我們過去我想 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是坐飛機上班 為什麼 因為要見我們所有的僑胞 見面之後了解僑情 能夠深入僑社 能夠跟他家溝通交流 我想這個是一定必要的 但是疫情期間怎麼辦 第二我們的資源更有限 我們的人力呢在總部 今年只剩下兩百六十個 總部包括我在內 我們海外同仁三十八個據點 只有五十八位同仁 加起來三百一十八位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建立在說 一個互動面對面 我相信我們能夠服務人量有限 所以第二個工作模式 就是僑務工作2.0 就是要數位化 我們透過數位工具 來協助我們去服務 互動更多的僑胞 所以在疫情期間 特別這個是需要 而疫情之後 我想也會持續下去 所以未來不僅是面對面 還有很多數位的交流的方式 我想在疫情期間 大概我們跟每一位的僑務先進 都有見過面 一個是在線上 或者說最近一年多 我跟徐佳金副委員長 呂副委員長 我們都有出去 但是數位的連結還是會繼續 第三個呢 我想如果只建立在 僑委會的資源 大概我們的能量有限 所以我們希望發揮槓桿支點 優勢對接 台灣政府的資源當然有很多 各部會還有很多 待會外交部也會來 跟各位做個宴請 是讓各位做了很多 僑民的外交 所以如何運用這樣的優勢 各個部會的資源 文化部 課委會 甚至我們在去年前年 還跟海洋委員會合作 我們今年快要公開 東沙群島體驗營 我們現在邀請我們的年輕人 回來東沙看看 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個 矽礁環島 那這個呢 都是各部會的資源 不僅如此 連退府會 我們都有跟他 溝通好多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槓桿優勢 各部會的資源 第二 民間資源更大 我們在去年的三月 跟慈激基金會 簽訂合作備忘錄 我們跟很多民間的大學 有36所大學 簽訂產學合作服務方案 那麼另外我們跟12家研發機構 也簽訂了這個全球僑台商 產業升級技術服務方案 我想各位就可以看到說 民間能量非常巨大 而這巨大呢 由我們僑委會 當作一個連結的窗口 來協助幫助我們全球僑胞 所以這些呢都是民間力量 那第三呢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還是要透過僑委會 我想還是有些局限 所以我們要進一步 叫智能僑委會 工作模式4.0 那為什麼要到智能化 我們希望透過一種資源的分享 資料的分析 能夠來自動的來服務大家 比如說我們明年 正要有一些智能克服的方案 這些智能克服可以透過智能科技 轉換成各位需要的一些服務 比如說你要問說 台灣現在我們的疫情 我們的防疫做法 那這些呢就可以透過智能克服 來服務 當然不僅如此 我們今年9月12號 開始啟動智能僑委會 我們在過去有僑胞卡 所以現在推出二代僑胞卡 叫愛僑卡 我們現在透過愛僑卡 未來全世界僑胞 都有一個終身的數位帳號 永遠跟僑委會連結在一起 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了解各位 跟僑委會互動 以及我們如何來進一步協助跟服務大家 我想這些呢都是我們希望透過更有效率的方式 更尖端的科技方式 當然我們也在過去兩年的時間 我們也透過AI 人工智慧 舉辦了三個大型的國際比賽 包括華語言口說競賽 包括作文比賽 包括歌唱比賽 我想在前兩年都是疫情 但是我們可以辦全世界這樣的比賽 這都是用科技的方式 但我想未來我們透過智能僑委會 我們要連結所有僑胞 我們希望透過這方式能夠進一步 提供台灣內部 以及海外僑胞 更直接有效的一種連結的互動機制 未來我們甚至會有APP 當然這個部分要等到一定能量 再提出更好的方式來協助大家 所以呢透過這樣方式呢 我想可以增加我們跟各位服務的優值能量 那接下來就跟各位報告說 在這樣的架構基礎上面 我們將會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第一個我們出去還是要訪問大家 我們在去年第一次在八月底到洛杉磯 然後接著往美國各地去走了一趟 將近二十天的時間 我們也真的感受到僑借的熱情 僑借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跟向心 但是呢不僅如此 我們還要進一步來溝通 我們要把台灣現在的一些發展 還有僑委會新的工作方向跟各位來報告 所以去到當地 我們跟很多傳統僑社 跟我們的台藝的社團 跟僑親 還有跟我們的教育機構 像我們的僑校 或者我們要成立台灣華語文學中心 還有媒體界 我們都要互動 所以這些呢是我們在去年 開始來對外的訪問 那當然感謝各位在海外 也協助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更多的僑務工作 我們的僑民外交 我想這邊 市華他在去年 也串聯了很多 來協助台灣加入WHO 當然不僅市華 市場各地都有 我們在全美台灣同鄉會 還有我們歐洲也這個醫師協會 都有在進行 所以怎麼樣把這些力量透過僑委會 再進一步來加成 我相信各位都越樂意來協助 那各位看到說 在今年呢 就56個地區 175場次聲援台灣加入WHO 總共有將近3萬人士來參與 我相信這個能量是非常豐沛的 也都是各位在僑區地 協助我們來推動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在海外輔導僑界 召開了相關的會議 我想在9月8號 那我也在芝加哥 我們跟幾位 這邊特別有幾位 我們傳統僑社 中華會館 中華公所的朋友來參加 所以我們會擴大 服務我們的傳統僑社 也希望跟台灣有更多連結 還有不僅是傳統的互動 我也希望在產業科技文化方面 有更多的連結 那麼當然我們也設定了三大原則 第一個擴大服務傳統僑胞 那其僑社 深化傳統僑社與台灣連結 那麼連結台灣經貿與科技 我想做一些方向上面 我們更加釐清 可以讓大家有更好的一個 互惠合作的空間 這些呢 我們也在過去有跟傳統僑社的溝通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在疫情期間到海外 去進行僑社工作研討會 那包括在曼谷 包括在巴黎 包括在美國 我們舊金山這邊來舉辦 所以我們要持續來互動 那當然也包括海外的大橋計畫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我們跟海外留學生 我們來連結 所以希望透過這方式呢 讓留學生有機會 未來變成我們僑界重要的新增力量 那我們設立了數位服務的窗口 這個窗口呢叫台灣Haven World 我相信各位如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聯絡上僑委會 而且不用付錢 可以講電話 也可以寫文字 當然還有圖片跟影音 那在全世界目前有38個據點 我們都有帳號 以紐約來講 叫台灣Haven New York 泰國台灣Haven Thailand 因為我們全世界的僑胞是流動的 更何況台灣的企業也希望出去能夠連結各位 所以我們都透過僑委會 要成立單一窗口 所以各位如果說今天在紐約 想要去跟泰國來互動 那就台灣Haven Thailand 馬來西亞台灣Haven Malaysia 所以我相信說透過這方式呢 我們可以提供最即時最有效的連結的機制 否則各位要打電話 各位要寫傳真還是寫email 我相信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麼再來我們設立主題性的網頁 我們訂了一個網址 叫台灣Haven World.net 所以在這個網址下面 各位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們所有的內容都在這邊 那比如說以喬台商來講 前面叫個business.taiwanhaavenworld.net 比如說學生來講 叫students.taiwanhaavenworld.net 所以透過這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讓各位更容易找到 相關的資訊以及會整的資訊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在這個 今年初開始啟動數位證書 這個數位證書 是跟全球的這些數位的連結機制結合的 包括LinkedIn 我相信各位這樣一講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把台灣的資訊 認證跟國際來做連結 那麼這對年輕人特別有幫助 所以我想未來呢我們會持續來推動 那也希望各位喬界先進能夠協助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推動海外華語文聲音計畫 我們在去年的六月 開始啟動試辦 去年本來說要五所學校來試辦 但是來了二十八所申請 最後我們同意了十八所 今年呢我們繼續同意二二七所 所以理論上有四十五所 但是有兩所 一所在這個夏威夷 一所在德國 後來因為籌備不及沒有成立 所以目前有四十三所 那今年在審查明年的時候 已經又來了二十八所 所以我們預估應該有機會 再通過二十五所 所以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全世界對中國孔子學院的負面的看法 因為它干預了學術自由 破壞了民主自由的價值 所以台灣有非常好的機會 因此呢我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 台灣華語文學中心 希望能夠具體來推動 台灣特色的華語文教學 那麼我們開發政體制的華語文教學教材 為了成人呢我們有一個來學華語 那同時開發數位教材 包括學華語向前走 我們都有一些數位的遊戲 跟數位的教科書 我想這些呢都希望透過更多元的方式 提供我們更好的一個學習 那剛剛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去年跟今年舉辦了三場 國際的大型比賽 全世界非常多喬聲來參加 包括歌唱 當然也包括我們的這個華語口說 我想這些呢都希望 未來透過科技的方式 能夠更容易來連結全世界 那這個是在喬區也辦了一些文化節 我們未來也希望說透過文化節 讓各國的主流社會 能夠更加認識台灣 同時我們也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 那目前 像今年來講開辦了十一班 總共培育喬校老師970位 我想過去呢大概不太可能說我們做數位培訓 現在呢 我們變成是一個習以為常 日常的一個方式 當然今年呢我們更進一步培訓認證 我們在台灣華語文學中心 未來我們希望維持一個招牌 台灣 那這個就必須要非常謹慎 因為這台灣的國家品牌 所以我們對教師呢要嚴格要求 要培訓認證 認證之後 我們至少可以確認他的教學品質 那這部分呢我們也在持續進行當中 那再者我們希望對喬台商來連結台灣 我想在過去呢 喬台商在海外發展相當長一段時間 有基礎 在地化 語言文化社會連結都沒問題 但是呢有一喬台商也會遇到一些困難跟挑戰 包括中國的競爭 包括全球經濟整合 當然也包括現在疫情的衝擊 特別是最近通貨膨脹跟美國的升息 我想這些呢都是需要有一些協助 那在疫情期間我們有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那麼這個貸款傳統上面有200萬美金 那當然這個我們有紓困方案4.0 有40萬 那這40萬呢 利息我們補貼最高3200塊美金 同時保證的成數呢高達9成 而且呢手續費全免 而我想這些呢是一個短期的協助 那如何變成長期呢 我想我們台灣的產業研發機構 產學合作機構 也希望跟海外來連結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連結 透過喬友會來有系統的 有秩序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提出六支劍 第一個我們叫做 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 我們整合了12家研發機構 希望來協助全球喬台商做產業升級 我相信各位如果在禮拜五 去拜訪我們的研發機構之後就會知道 每一個研發機構都是很大的寶庫 各位可以在那邊發掘我們很多未來方 需要發展的工具以及我們重要的能量 第二個呢是我們產學合作機制 這個產學有36家大學願意來參與 包括人才培育 包括我們的產業的合作 我相信有很多各位如果願意的話 這都可以來連結 而且這個是一個最大的研發能量 我也希望說各位未來有機會 也能夠協助僑區共同來運用這股能量 那麼第三個呢是我們的僑生 我想在今天台灣特別需要我們這些人才 因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快速 同時我們就面對少子化 所以在這兩個趨勢之下 我們更需要僑生 而僑生他是一個優勢人才 因為他在地化又懂當地語言 所以這個連結非常關鍵 那也跟各位報告我們今年 如果立法院審查順利 會拿到有史以來最大一筆計畫的預算 四年三十六億 來培育僑生 那麼這樣的一個培育呢 我們希望對台灣的產業有幫助 但也希望對海外僑台商有幫助 2030年以前我們要培育八萬五千人 畢業的八萬五千人 其中大概有五萬七千五百人 希望留在台灣 所以大概還有兩萬八千人左右 可能會回僑居地 我也希望這些人 我們都可以給我們所有僑台商來運用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人才很關鍵 那當然未來各位如果需要 我們非常樂意來做連結 第四個是我們的僑親 那僑親各位都了解 我們在海外的社團發展 相信都遇到同樣的挑戰 社團我們的斷層 年輕人參與比較少 所以僑親工作呢非常關鍵 但是有些能量已經累積在那邊 比如說像FASCA FASCA在美國已經五千多位 我們如何把FASCA能量再匯聚 再加成 再加值 這個呢 對於我們未來的發展 僑借的能量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今年也在曼谷 還有雪梨試辦 那未來如果順利的話 明年應該會在菲律賓試辦 所以我們現在未來不是只有美國 而是一個國際的網絡聯盟 這對於整個全球的年輕人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那這些呢我們今年也很順利 如果立法院沒有刪除 我們也拿到一個四年兩億多預算 要針對這個部分 來擴大來培育 那麼當然再下來是品牌的問題 我想大部分的僑台商在海外經營 絕大部分都代工為主 而代工不是不好 這是我們的優勢 但是它缺乏品牌 缺乏通路 它的一個附加價值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透過品牌的提升 能夠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創造各位的收益 所以呢我們在去年舉辦 海外台商經營選拔 七個亞洲國家 今年我們擴大到全世界 所以今年也應該快要出來結果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希望透過台灣 來協助大家創建品牌 再來呢 全球青商潛質心選拔 所以這個青商潛質心呢 我們透過全球性的一個選拔 去年有30位 今年有30位 未來持續下去 我們變成一個全球非常穩健 一個網絡來協助所有青商的發展 那麼當然還有後面 我們有一個就是說 精準鏈結與產學合作 這個相關的產業合作 所以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推動 那希望透過調查方式 能夠來進行 好我想實驗的關係呢 我就有很多就會跳過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桌上呢 有很多我們所準備的資料 那這個各位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希望透過更多交流 跟媒合來協助大家 當然有很多課程 包括電子書 也都在網路上 希望能夠協助 包括我們也推出台商服務手冊 我們跟全世界台商總會 來合作 那希望能夠在當地 還有代表處合作 能夠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麼再者呢 我們也舉辦了美食國際巡迴獎座 我相信各位 這些僑界先進應該都了解 這個非常受歡迎 那麼今年呢 我們幾位這個廚師都樂意 在疫情出去 而且回來要隔離 所以我想在未來我們會擴大來辦理 那麼再者 僑人才大聯盟 我們在三月份開始啟動 那目前有五百多位 這個機構已經加入 再者我們產學吸手合作專班 今年又創歷史新高 我們2014年陳士葵前委員長開始設立 當時就281位入學 今年有2484位入學 我們希望明年是5178位 所以這些學費全額我們提供 所以這些我們都很希望 更多喬生來台灣學一技之長 對未來長遠的發展會有幫助 那這個計畫呢會持續推動 未來應該有更大的能量 來協助台灣產業的發展 那麼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過去我們已經執行了59年 那麼今年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第一 我們今年設立了兩年制 這個副學制的海青班 明年呢甚至有四年制 海青班 學士專班 所以這些呢 我們也輔助有七個學校 成立一國一校一基地 那這些呢都是希望透過我們的 這樣制度性的規劃 能夠讓人才獲得最好的訓練 那不僅如此 我們還要提供各種獎學金來協助 那麼吸引更優秀的人才 所以未來我們有頂尖僑僑僑僑僑僑優金 一名四年一百零四萬新台幣 所以我們也希望各位 喬治先生進未來 能夠多協助我們遭受更多優秀 頂尖的喬生到台灣 那麼華文媒體的這個活動 剛結束 我們希望把華文媒體 讓台灣變成是一個重要的平台 我們是一個價值 民主自由價值 我認為這個是對台灣最大的優勢 但是呢 我們要做產業 做科技 這樣的鏈結 讓華文媒體的發展 更加的順利 那麼再者呢 我們也今年推動 Twitter Twitter帳號 全英文 先預估明年 我們會推出IG 所以我們要跟年輕人跟貼近 全部用英文 當然前面的部分 各位都是用中文都沒問題 所以包括LINE的帳號 我希望各位喬委員都能加入 可以隨時了解 喬委會最新的政策跟方向 好 未來要怎麼來推動呢 我想有幾大方向 跟各位喬借先進來報告 我想包括我們喬欽 有七大工作的目標 從一個交流培訓組織 國際交流競賽 鏈結台灣壯大喬親 最後喬榮一職 我們希望邀請他們 更早來協助 更早來加入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今年 第一次舉辦全球喬親的 喬借青年高峰會 我想要建構一個全世界 傑出青年的交流平台 那這些呢 我們會持續擴大來辦理 第二個就是台灣華語文教學 就是台灣華語文學中心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也辦了一個華語文高峰會 華語文教學高峰會 我想各位可以了解 喬委會我們是建在一個平台價值基礎上面 這些呢可以吸引更多 我們優秀的機構 我們的這個單位來參與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進行各種調查 去年的調查1617家喬台商 今年上半年調查1516家 下半年還要調查一次 未來希望變成一個全球性 我們持續觀察 各地喬台商發展 精靈動態 重要的一個這個指標 所以這些呢 我們也會請各位 未來人來參考 那這是我們喬生的工作 四大方向 那這些呢都已經落實 要來推動 我們總共提出22項策略 有74項工作的做法 所以這些呢目標非常清楚 我們一定要讓台灣 有更多人才進來 而且也希望傑出優秀的學生能進來 那再者我們今年9月12號啟動 愛喬卡 我相信各位都有看到 也希望各位都能申請 未來我們所有僑胞跟喬委會的互動 都要建立在愛喬卡的基礎上面 那這些數位化智能化 當然有一些可能年紀比較大 我們可以協助用紙本 讓大家可以申請 所以這些呢都沒有問題 那麼希望未來我們有提供更多的 服務 更多精準的鏈結 還有我們有更多優惠 我想各位如果要回僑區地 記得在機場 升橫艙跟我們有合作 九五折 所以我想這是第一次跟政府部門合作 也希望所有的僑胞 能夠來增加運用 最後一個結語 我想在全球政經環境變化之下 僑委會呢我們應該要根據 大家的需求擴大服務 那麼也壯大僑戒 那麼同時運用僑戒力量 來壯大台灣的發展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多營的一個做法 當然也是僑委會我們應該做的一個方向 那麼在這關當中各位 僑務委員僑戒先進 就是最重要 我們的 海外的這樣的一個 據點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 連結點 那這些呢 我們來召開僑務委員會議 就是要提供一個平台 讓各位告訴我們在海外發展狀況 以及對政府的相關建言 當然更重要也希望各位了解政府的政策之後 能夠協助推廣到全世界 讓我們僑胞更獲益 讓我們的這個經濟 國家的發展 也受益 所以最後我們希望 僑戒與台灣同行 我們共同爭取 全世界對台灣的支持 讓世界看到台灣 也讓台灣 走進世界 最後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聆聽 謝謝